林晚榮回到肖家睡了个大懒觉 第二早一起床 二小姐春风满面的 就立刻过来找她 虽然两个人只是分开了几日 第二小姐呢 又好像足足整年没见那样 扯着林心的问长问短 两个人都不知道多么痴前 聊聊一下 有个丫鬟稳告 说大小姐和夫人 现在召集国防管事 正在议事堂议事 就请林三一起去 林三这样才和二小姐分手 匆匆忙忙就走入议事堂了 刚刚出了两重院落 就见到那个国无常表哥 满面春风一路兴冲 向外边走过去 都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少爷这么早晨啊 妙肉坊现在都未营严 你想出去交流一下文彩 都要乐些工夫 迟些去再好啊 嘿嘿 林三 我这运是哪里去交流啊 我要在陶家的店铺走走向 不是不是 现在是烧家店铺了 林三啊林三 这运是真的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啊 我看圣徒那臭公 现在还可以怎么串发 哦 原来表少等不及 要带人去抄家 林晚榮听了都忍不住好笑 他知道博无常 一向对徒东城没到好感 这个时候痛打落水狗 感到很自然 来到以示堂的时候 萧夫人和大小姐都已经在场了 萧家的各地本事 也都正耕危坐 似乎专门等他来到 萧夫人一见到他 即时起床说 林三 你辛苦了 哎呀夫人 不这么客气啊 我只不过是走走走走 最辛苦的还是大小姐 萧玉玉立着他一眼 没有出声 萧夫人就说 事情的经过 我听玉玉讲过了 这次杭州之行 我们萧家 不单止重新夺得了 金陵商会的龙头地位 还赢了赢了 还赢了涂家的布装 其中 林三的功劳最大 我一定重重有赏 啊 多谢多谢 夫人过掌了 其实 其实 这次我们所持取得 这么大的成果 正是夫人一早 混囚为握 高尖远足 再加上大小姐的 英明作风 这样 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只不过 在中间 起了小小作用而已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那大小姐听到 她这番的说话 她平日仍能力仍不切 今天就扮谦虚 忍住 几乎想笑出声 来感觉 她硬忍住笑 然后转头 对大厅一帮管事说 今次 的确是林三的功劳最大 我和娘亲商量之后决定 以后 林三可以进来 议事堂 自由议事 各位 有没有意义 在座的这帮管事 个个 都是萧氏的中种 有些是三姑爹 有些是四叔伯 见到她小小家丁 阿居 已经够胆和他们平起平左 心当然不是那么服气 不过 当日在杭州晨宇楼 林晚荣和萧玉若 怎样苦战 涂东城 黑居然 两场连胜的故事 早就传遍了金陵 杭州了 特别是那个神鬼莫测的油锅洗手 听到他们都心惊 当然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你反对 拿盘油出来 等你又试一下 那时候 谁还敢出声 林晚荣 看到大家不出声 于是老实不客气 找到个位置坐下 向四面一看 咦 这说法 老子这云 应该算是入了萧家董事会 你说何时轮到我 做了董事长 这就个国祭了 萧玉若 见到林晚荣坐定 就对众人说 这一次接手 桃家布庄的事 怎样才可以顺利方便呢 我想听下大家的意见 话音刚落 有的人站在身上 玉若然侄女 你说接手桃公子的布庄 我觉得这件事 千万不要做 林晚荣听得走走眉头 一看 哦 这个人他认得 当日自己闯进来 救二小姐的时候 就是这个管事 从中阻挠 林晚荣还骂过他一身 这个人 应该是萧老爷的堂弟弟 记得当日 萧夫人又叫他一声 四弟 萧玉若听完他说的话 神死一变 哦 有什么不做得 四叔你说来听下 哎 玉若然侄女 你想想 桃家的布庄 你这么好接手的吗 桃大人 他是苏州职造 掌管着整个省 职访大使 我们萧家做了这么多年布庄 和苏州职作休戚相关 都这么多年了 大家相安无事 这么多好 我们萧家 还要靠陶大人 他多多关照的嘛 怎么能够 还要跟人们抹脸呢 如果我们真的够硬来 要拿起人家的布庄 这样就不单止得罪了陶公子 更加直接得罪了陶大人 人家只要一句说话 我们的布庄 办不办得下去都成问题 那我们萧家有什么好处呢 假的 哎呀 简直可能还会惹来大祸 大祸 如果没有林三 恐怕萧家早就被陶家吞并了 还说什么大不大祸 萧玉玉 咬咬咬咬 那如果按照四叔之见 应该怎么处置好呢 哎 侄女啊侄女 我知道你这个人 是很聪明 做生意就够帅 但是呢 四叔我吃盐 多过你吃米 这些事情我见得多了 依我之见 不如呢 将陶家的布庄 就还回给陶家 撕了一张字举 那就表示我们萧家成意 这样 大家就可以双方继续收好 哎呀 依他如见 简直真是愚蠢之极 按照这个老爷的意思 恐怕呢 巴不得最好大小姐 和陶东成结了婚 那就更加收好 林曼荣 林曼荣对这个萧家的远房四叔 真是鄙视无比 这个人 十足十个胆小怕事 还要搞到自己冠冕堂皇 那样的 萧玉玉的忍着把火 四叔 自从陶家经营了布庄之后 我们和他经营上的冲突 都不止一两次了 四叔说 要我们和陶家收好 那侄女想问一声 以陶家的所作所为 他何时打算和我们收好呢 上次逼我们萧家和他联营 这次杭州 赤着金陵商会 龙头老大的身份 和杭州商会 互相勾结 刁难我们萧家 如果不是林三 我恐怕已经 说到这里 他咬咬咬都说不下去 林晚宁知道的意思 你这帮萧家亲戚 坐在那儿等着分钱 你当然舒服了 你又知不知道 大小姐一个弱女子 在外面要怎样搏杀 怎样艰苦 如果不是 林三个有两道散手 萧家早就被这个屠东城打倒了 那四叔还要开声 林晚宁站起来说 啊 这位管事 不知道贵姓呢 我是萧家族谱排行第四 你要叫我声 四老爷 哦 原来你姓萧的 我听了这位老爷 说了这么多说话 搞到我以为你姓陶 你大胆 你说是你放肆的地方吗 萧玉若得林晚宁出来出头 好感激地望着他一眼 四叔你敢说就错了 给林三来议事堂议事 是我和妈妈的决定 而且刚才各位管事 大家都认同了 她的身份 跟你平起平坐 那 在这里说话 又有什么不行呢 四叔就被大小姐 连薄都没办法薄 但是他认得林晚宁的 哼一声 就不出声 林晚宁望着他一眼 心想 啊 你个老儿不 你说 我不瞄你 你反而在那里 咬咬咬咬 闹架而已嘛 我还没怕过谁呢 他冷冷笑一笑 四老爷刚才口口声声说 要跟陶家交好 那要为陶家着想 我还以为你是陶家一元 哦 原来我们萧家里面的人 喂 那我真的不明白了 一个姓萧的 吃着我们萧家 喝着我们萧家 你不想想 怎么为萧家尽力 反而整天想着 怎么维护人家的利益 宁愿 有我们萧家的利益受损 都要讨好人家 喂 那真的好令人奇怪 有什么这么奇怪 我家是为萧家的基业着想 我不想我们的造中基业 就这样被你们搞得没了 哎呀 豈有此 你们说 林满荣心 你最多一个疏唐亲戚 如果按照族谱来找 找极都未必找到你了 这么多好意思 说你会萧家 祖宗基业着想 我想 你是想着 怎么谋萧家的财产 才是真挂 林满荣对眼 最毒的 这个萧四老爷 整天跳出来 为陶家说话 上次差点 搞得肉伤和自己 几乎要挨家法 这次其他人都安安静静 他又跳出来 难道你真的这么中整 看你头尖压杖 没来归格 过伤那么三角眼 一望就不知道 不是好人 一是收了陶家好处 一是就想来 抢萧家的财产 两样肯定还一样 林满荣看着那四叔 冷笑两声说 为萧家基业着想 萧四老爷 夫人是老太爷的媳妇 大小姐二小姐 是老太爷的嫡亲孙女 你为萧家着想 难道他们专专 就为难萧家了 归还店铺 已是收好 这两句说话 你真的说得容易 但是 你看萧老太爷 如果听到这两句说话 会怎样 他自己肯定会觉得丑 陶家的狼子野心 大家都知道 他处处为难萧家 上一次强逼我们联营 这一次 杭州之行 就更加厉害 勇结外人 威逼我们萧家 这件事 整个金陵商会的人 都亲眼所见 人人都为我们萧家 名不平 难道萧四老爷 你居然听不见 现在无论谁 都知道 陶家是要对萧家 赶尽杀绝 但是 有人一再说 要为陶家 说话 哎 那真是奇怪之极 极之奇怪 是不是从中 找到什么好处啊 大小姐他们回来的时候 这几日之间 金陵商界已经流传着 杭州 晴雨楼的故事 萧家 大小姐 和那个神奇家丁 凭借着一家实力 抗拒着金陵 杭州 两大商会龙头的联合压壁 这些故事 早就已经被人传到 皆知 汉文了 这帮商人 虽然还是觉得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又或者 把口也不说 但是 人人心头一把情 喂 今天他可以这样欺人 第二天 一样可以这样欺自己 所以 大家对于萧家 都是非常佩服 对于现在 由萧大小姐 重新出任金陵商会的龙头 都抱着欢迎的态度 起码 萧家做事 就公平很多了嘛 今天坐下议事堂的 都是这个双圈打滚的人 那这些事 肯定是听了不少 所以 虽然大家都是萧家亲戚 但是人家的林三 真的讲得很有道理 反而你这位四老爷 他整天都手指咬出 不咬入 分分钟都为陶家 说话 喂 那真是令人怀疑 一见到人家 个个这样的眼光 那四叔就即时跳起身 你胡说 你说我收了好处 你哪张眼看到 啊 啊 玉若他们孤儿寡母 好容易被人利用的了嘛 你这个小小家丁 居然登堂入室 不是你迷惑了他们 又是什么呀 哇 这么说你还得备呢 大小姐都没开口 一直都不出声 萧夫人 拍 一拍张腿 起身说 大胆 萧夫人满面寒伤 眼里面神光一掃 那四叔偷偷望着他一眼 哎呀 他都被萧夫人吓着了 立刻跌下头 不敢出声 萧夫人冷冷的嘛 我们萧家孤儿寡母 一心惊盈 素例 都不想惹什么事的 但是如果有人以为 我们怕了他 那你真是看错了你的狗眼 我虽然是一介女子 但是当年 我都上过朝堂 会过六步 拜过皇帝 我何时怕过谁啊 是 现在我萧家 不能得女流之辈 但是 不是任得你乱说的 今天议事堂里面 在萧家祖宗面前 如果谁敢欺我 我绝不轻妖 哇 你这番说话一说出来 这些所谓萧家的亲亲戚戚 个个都即时不敢再出声 萧玉若虽然也有点气势 但是毕竟年纪轻 威望就比不上母亲 她妈萧夫人 这个时候面沉如水 眼光在众人身上一转 哇 哎 个个都即刻倒低头 不敢跟她对望 可见萧夫人还很有威势 不过 她望到来林晚榮身上的时候 眼光温和了很多 面上面还带着几分笑意 向她点一点头 今天在议事堂上 列祖列宗面前 居然有人敢乱说二十四 不单止侮辱了我两母女 更侮辱我萧家 我绝对不放过她 这句话一说出来 人人都即时望着那个四叔 当日二小姐善闯以示堂 萧夫人几乎连她都要打 何况 现在你所谓这个四老爷 只不过是个远房的宿伯兄弟 萧夫人望着她四叔说 萧四位 你爹和老太爷 大家同中同族 我就依照族规 请你入萧家做事 拼你做管事 本来 想着你看在一场亲戚份上 为我们萧家尽心尽力 但你平时就胡作非为 暗中收了人家的钱 以次冲好 败坏了我们萧家的名声 我听你爹的面上 几次放过你 就希望你能够悔改 但你今天所作所为 实在令人失望 今天侮辱我两母女 侮辱我萧家祖先 我如果不处分你 真是天理难容 今天我就废了你的管事之职 罚打一百大板 你还有什么好说 打我 你够胆 你够胆 我是萧家中族 谁都不可以这样对我 你们不听我说话 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陶大人今天就来到金定 你和他合作 这才是正路 要不然 萧家就只死路一条 拉下去 重打一百大板 逐出家门 萧夫人一喝完 几个神高神大的家丁 马上冲进来 把他四叔拉了出去 过了一阵 一阵好像汤珠那样的惨叫声 就在外面传进来了 哎呀 连个屠屠大人 什么时候来你都这么清楚 哎呀 想说你不是内奸都挺难 处置了这个叛徒 萧夫人一板块面 对各人说 萧家被逼到这样的地步 还哪有退路啊 各位管事 只管想好办法 协助欲约接收 涂家布装 其他事情 一律不用你理 说完之后 等大家走了之后 他就叫林满榮留下 然后和他 走入旁边的那间商房 一进去 萧夫人看着他笑一笑 林三 你觉得玉箱怎么样 哎呀 来了来了 啊 那分明是找玉箱来 想绑住我 啊 啊 不过哪有说 外母亲自来做媒的 规矩不对啊 真是好讲不好听了 呃 二小姐啊 大家一向都觉得他挺好的 天真活泼 美丽善良 人人都喜欢他啦 哇 他这番说话 讲得好像好真一样 如果其他丫鬟 和洗婆听到 肯定人人都激得要吐血 那么肯定啦 林满榮未来到萧府之前 二小姐什么皮声啊 大家都很清楚的啦 只是看他那只将军狗啊 都已经吓得大家有得震 就没得睡了 喂 一向都美丽善良 那从何讲起啊 我不是问这些事 我问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呃 夫人 我和二小姐的交情 一向都不错的 林满榮说得含含吾吾 你阵屎额头飘冷汗啊 夫人问的是不是太直接呢 喂 我都没准备好的吧 她的面皮虽然厚 但是当众被人问及分事这件事 哈 真的呢 她反而不是那么好意思开口 萧夫人 那人也误会我而已 他们只见到我不羁的外表 哪知道 其实我的内心 都不知道多脆弱 多希望得到安慰啊 别人 我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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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